投入50年光阴进行筹备 被认为是罗马帝国以来 欧洲货币最重大的改革工程 欧元自1999年1月1日启动 并在国际金融市场登场以来 至今正好届满20年 即将卸任的第三任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在书面谈话中说 如今欧洲已有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 不知个别国家货币为何物 欧元的诞生 不仅让欧洲单一市场得以完善 欧元是国家间自由贸易得以便利 更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有任何抗订圆 因为如果盈利ịchmedi美根 盈利地区货币是国家货币 国家货币是国家货币 这种程度会在乎 20年前 欧元为欧洲民众建构了美好的愿景 让欧元区从创始的11国一路增加到19国 使用人口从2亿9千万成长到3亿4千万 总体经济扩张72% 来到今天的11.2兆欧元 规模仅次于美国 根据欧盟最近的调查 境内超过64%的民众肯定欧元 对会员国经济稳定的贡献 74%的民众认为欧元的普及 有利于欧盟整合 对于欧盟整合 对于欧盟整合 在其他美国的贡献领域 以外的欧盟领域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我认为欧盟领域 在1990年期前 欧盟领域 我认为欧盟领域 我认为欧盟领域 但我认为欧盟领域 我认为欧盟领域 在英国脱欧之后 欧洲央行如今正积极 说服包括丹麦在内的 八个欧盟会员国 加入欧元区 丹麦目前在国际外汇市场上 已经采欧元联动政策 外界认为克朗被消灭 应该是迟早的事 经济学家预估 倘若欧盟27个成员国 全面采用欧元 将大大提升欧元的 国际重要性 然而欧元远近20年问题也逐一浮现 最大的缺陷是做到货币联盟 却没有同步实现财政联盟 不少人形容欧元就像流沙 不仅结构松散毫无沉重能力 实物上也漏洞百出 例如成员国在对外出口时 得被迫放弃货币自主升扁的调节工具 而利率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 也剥夺了个别经济体 透过宽松或紧缩措施 来激励企业投资和扩张的权力 欧元的地雷 果然在2008年金融海啸 和2010年欧债危机时 彻底凸显完全爆发 事后欧盟经济惨遭严重衰退 不少债台高竹 由民粹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 频频挑战欧洲央行准节措施 甚至扬言退出欧元区 都让欧元权威和信用 受到严峻考验 尽管欧洲央行费尽心血捍卫欧元 持续透过宽松政策 对市场挹注信心和流动性 但欧元仍然一路贬值 在全球储备货币的比重 也从2009年的高峰 一口气萎缩了30% 欧元上路难免创造出赢家和输家 彭博新闻日前针对16个 使用欧元超过15年的经济体 在收割欧洲经济整合成果 财政结构性改革绩效 财政稳定程度 因应欧债危机能力 和整体竞争力提升等 10项条件进行最新测试 并将结果分为三级 表现最好的A群组 包括了奥地利 比利时 芬兰 德国 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 其次是希腊 爱尔兰 路森堡 荷兰和葡萄牙 垫底的则有塞浦路斯 法国 意大利 马尔他和西班牙 你仍然可以弄这些 但我认为它有深深的律语 它有很多情感 但实际上深的律语 所以它仍然会有很多事 因为它们都不放在正确 但它仍然会来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以党会会来 10年 连同时的颜色 我们在过往 分析指出 面对欧元 欧盟当局一直认为 传道桥头自然值 所有问题最后都会迎刃而解 但是这种想法 从过去经验来看 一点都不切实际 许多法律议题 至今悬而未决 随着欧盟经济成长 再次出现趋缓 近期下行风险增加 欧元区的挑战将更加艰巨